歡迎回到新台灣青蛙大道 我們來操播最新的消息 今天中午民進黨宣布 大台南市長由賴清德出現 現任的台南縣長蘇煥志 剛剛開了記者會 說他尊重民調的結果 他也祝福賴清德 今天公布這個結論 那我們完全這個尊重 重量這個 這樣的一個成果 那我們也祝福 這個民進黨的 提名人 這個賴清德的利益 我們也祝福他 那同時呢 我們 一定會站在 黨的立場 那麼 為黨的提名人 無選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 許天才還沒有開記者會 也沒有發表聲明 那至少 這個蘇煥志是第一個跳出來 祝福賴清德的 跟秋菊之爭一樣 雖然廝殺的非常的慘烈 楊秋新還是祝福 陳菊 在台南應該更沒有整合的問題吧 大老 應該完全沒有 我覺得許天才只是時間的問題啦 遲早的問題 他恐怕在今天日落以前就要 日落以前 不開還不行 我覺得明天開齁 都太晚了 就會給人家講話 那我認為這個蘇煥志講的那些是可以啦 但是他說尊重中央的結果 我覺得不是 是選民的選擇 中央民調的結果嘛 委託人家民調的 不過在台南沒有整合的問題 剛才輝文也講呢 這個初選結果出來 就其實大選結果也差不多了 所以對民進黨來講 已經有兩都的選戰 已經基本上不用太用力了 主持人 我是引用你的話啊 對啊 我說我們有什麼恩怨嗎 你要這樣修理我 不是要提醒大家啊 這是你的觀點 這個研判是相當正確的 又一刀 砍一刀又一刀 所以如果最後的結果是如同是這樣的話 都是輝文的問題 我請金曉大趕快打電話進來 對 趕快call in進來 說我們明明要翻盤 為什麼有人說選舉結果已經 立定了 不是 主持人 因為這個其實就我所了解的 這個地方電台 其實這一次出現的人選 都是他們不要的 他們不喜歡 對對對 陳菊 陳菊是因為之前沒有幫阿扁坐鎮啊 陳菊跑去中國 推銷那個試運嘛 試運 然後在試運致辭的時候 又沒有提到阿扁 欸 他們是三餐廳耶 因為你知道賣藥是24小時 24小時沒有收播 這開什麼玩笑 從載起開始每個阿扁都不一樣耶 所以我都聽到很煩的 所以其實他們是暗住楊秋心 希望楊秋心 那在這個台南的部分 賴清德他們是不喜歡的 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是新潮流的 新潮啊 絕對沒有的 啊 聽不懂的跟蘇安定 因為他們是在地的 所以都有幫忙到 你要了解金銀電台的困難 對 因為你是館長啊 你是市長啊 你弄得這麼好啊 我電台要怎麼開 所以這一次也是地下電台的大抽敗 他們希望的人選都沒有贏 可是 這幾天尤其是陳菊 因為前天的出現 我的觀察是 大家馬上團結一致 已經團結起來了 對 譬如說有人call in進來說 啊 我覺得楊秋心很可笑的 他電話就切掉了 他就切掉了 那也不是 他跟你不一樣 你是規定可以講30秒 他不是啦 他3秒就切掉了 聽到他不喜歡 他就把你切掉了 振興柱就是這樣子啦 我公開講啊 所以連地下電台都大團結 所以地方電台都大團結 你打去罵陳水扁 一秒就切掉了 還公布電話 所以大家就 因為我的觀察 也請各位指教 他們是會含淚投票的 會含淚投票的 我雖然很討厭你是新潮流 或者你是什麼的 可是到最後結果 藍軍是不來這一套的 而且我覺得含淚的人數不多 不多嗎 這個是當事人為了權力 為了以後的政治前途 打得好像非常火熱 還有他們的班底 有關係他們最後 將來的套路 對大部分綠營的選民 沒差 是陳菊還是楊秋新都一樣 沒差 不需要含淚 所以是閉著眼睛投票 對 民進黨支持者 其實就這一點很厲害 所以民進黨其實 你看每次民進黨初選 廝殺得非常嚴重 最後他們都是團結 國民黨只要廝殺嚴重的 後來都是倒戈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常常告訴我的 國民黨沒有理想 那民進黨的理想 民進黨的理想是 台獨建國 民進黨至好他的 基本意識形態比較接近 對 我是台獨建國的理想 所以事實上比較 是有固定的案例 沒有錯啊 你是不是這樣講的啊 我是這樣講的 好 我先講告